先前因为拥有双重国籍 而被解职的前高雄市议员黄绍庭 寻求在今年底卷土重来 不过现在他就卷入了一场车祸风波 他涉嫌在今年五月间开车 撞伤了机车骑士然后逃逸 隔天呢却找他的助理出面处理这件事情 高雄地检署侦办之后 认为这一名助理已经触犯了刑罚顶替罪 另外也针对黄绍庭肇事逃逸 分案侦办 而黄绍庭呢今天辩称 他是半夜碰到了飙车族 急着赶快离开 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擦撞 今年五月前高雄市议员黄绍庭 就是在这个路口撞上机车骑士 造成两人摔倒受伤 却没有停下车查看 随即离开现场 警方受理报案后 隔天黄绍庭却是让助理出面处理 警察官深入的追问以后 那么发觉这一位 肇事逃逸案件的被告 是顶替他人 犯罪而来 高雄地检署表示 经训问后 助理承认不是他开的车 已经确定涉嫌顶替罪 至于黄绍庭是否涉及 教授助理顶罪 检方还要厘清 或黄绍庭肇事逃逸是事实 属于公共危险罪 检方也已经分案侦办 上午黄绍庭没有出面 服务处执行长戴维全清 林在福表示黄绍庭没有蓄意肇事逃逸 业精和对方以十五万达成和解 黄绍庭现在已经登记参选高雄市议员 这起案件会不会冲击到选情 引起关注 记者李添陈显坤高雄报道